這裡是機械大戰X的攤位 那我們現在總算可以來玩到這一款最新的機械大戰啦 這一次從標題畫面的風格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 這一代的世界觀有很明顯的不同 這一代主打的是幻想世界的世界觀 所以遊戲的場景不再是之前的地球 而是那個像是《魔神英雄傳》裡面的《創界山》 遊戲的第一關就是我們試玩的關卡 一開始用的就是《魔神英雄傳》的角色 這裡都可以看得到以前《魔神英雄傳》很熟悉的角色 像是戰鬥部 以前之班 孫達路 還有火梅子和師父 然後這裡是聖誕室的祥也出來了 這裡很好笑的是它很遵照原作 師父一樣要找電話廳才有辦法召喚機器人 還好它這次機械沒有感冒 這次的系統一樣就是遊戲是玩戰略遊戲 每一關都有一個SR的點數獲得條件 這一關的話就是要用支援攻擊擊這一架敵人 那這一關有支援攻擊的角色就是我們的師父 就能打起來 真的到達了 主要有首角 δibal的尺合 主要金是Dame在傳送演出 主要小玩家的聖誕室 主要寛容 尺位治他 散場的師父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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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遊戲一樣 這一代一樣採用了 EXE的 減速系統 只要打不倒敵人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些支援的技能 不過現在因為剛開始 還沒有辦法使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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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喔 好快喔 或是按方塊可以直接跳過 對 敵人的行動 你看自己 自己角色的行動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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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人回合都先跳過 好 這個 咦 咦 咦 這 神尊 對 了 這 在反擊回合一樣可以用精神指令 來增加自己的目中率 迴避率 或是補血之類的 所以其實很好上手 親手不用擔心或說 遊戲會很困難 那主角小杜東銘就要出來了 那這裡是這一帶最特別的地方了 好緊張喔 這裡跟以前的 比較老的基線大戰一樣 中途會插入動畫 對 這有點令人懷念 現在他們總算重用了這個 特別的系統這樣子 但是現在他們的 是很開心 正適合的 對 這是一部隊的 我們每次都發動的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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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入寶的 我們最好 空間的 我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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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named 的是米你想正在的打 и空上它 这个数字 看都是。。。 过头的lama方向 在攻Chent装的地观 这个时候是咫着能量的 好 那接下來 就是師傅使用支援攻擊 不用啦 只要靠近隊友的周圍的話 就可以使用支援攻擊 有支援攻擊的角色 就可以幫忙再打一下 那這一關的SR點數獲得條件 也就是讓 讓支援攻擊的角色擊破敵人 SR點數的話 當玩家獲得越多的SR點數 遊戲也就會越困難 但是也會給你一些額外的獎勵 想要開啟場的條件的話 就要盡量去獲得SR點數 如果不想要看動畫的話 也可以直接這樣子跳過 用簡短的畫面來表現戰鬥 我們就先跳過一下 那現在我剛 我的牆擊破了五支敵人 所以現在有五個EXC點數 我就可以使用這個額外行動 而外行動的話有像是增加移動力 或是讓敵人的防禦能力失效 那或是不消耗彈藥攻擊 這個是新的系統 那還有猛擊粉碎 攻擊一定會爆擊 和多重行動 而用多重行動 只要打倒一個敵人 就可以立刻再行動一次 是很強力的技能 那我們現在用勾從行動 我們現在用勾從行動 但是這樣子打倒敵人 立刻就可以再行動一次 那我們這次可以再用額外行動 讓攻擊爆擊 那我剛剛就是用了那個EXC技能之後 直接爆擊 那攻擊力就會直接提升非常的多 好 這是機械大戰X的玩法 其實跟舊座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那可是由於是試玩版的關係 遊戲的系統沒有 還沒有全面的開放 所以到時候想要體驗更多新的系統的話 還是要等到正式版的推出 那遊戲這次最吸引的點就是 玩家們期待已久的 魔神英雄傳總算是登場了 還有海底兩萬里的戰艦也出來了 那接下來還是請大家期待 今天會出來的PV2 好 謝謝大家 請來自家中文字幕 請來自家中文字幕 一起出系列 我們請到資訊 有關西小洋 找出系列